2號的Kwasi 今年帶過來的外援成員 比如說像麥卡洛 像阿芳董 這個球先用美國隊順利的拿下 配好2號的Kwasi 美國隊這邊還是要靠著他們的老大哥 Elios來搶下更多的分數 其實平均也可以來到14分 外圍的3分嘗試 這一球有了 少了兩三個大個子在進區裡面 不管是攻擊防守或者是籃板 整個團隊戰力就受到蠻大的影響 對 可能磨合 一個... 45分獎的3分球 麥卡洛 就用3分球再回進 中遠距離的頭還是相當夠水準 對 籃底下這個球換到另外一邊去 今天美國隊在斜法區域都做得相當好 對,但是防守 斜了回來就競選N1 好刁鑽啊 最好瑞 對 用的 可以 最好水準 眼裡 少了 外圍的三分球 還是給到外圍來 Thomas Scott 再給Thomas 他在這支美國隊裡面 是很重要的籃板手 Thomas 麥卡洛 轉移出來到外圍 Blanders有了 大腳轉移到另外一邊之後 和喬的 可以給大肩卡 這裡硬起 第一時間沒有 第二時間來了 這個速度已經有了 但是Scott上去沒有放進 裁判上也沒響 麥卡洛 一個打兩個 所以吃掉對手 麥卡洛兩百零六股分 這種身材真的打籃球 看得都讓人丟口水 對 第一節剩下三十秒鐘 外圍的三分九 阿伯蘭奈斯在同樣一個位置 再來一個 來六 其實停中距離也是很穩的 美國這邊在第一節 是八頭四重的外線命中 那菲律賓則是十一頭五重 有百分之四十五點五的剩 這一個後側的一個出手 Smith順利的投進 全身 穿鞋梁應該也還不到一重吧 對 對 哇 都是Lucky shot 對 然後美國隊友現在依然 正在領先的位置 可是藍底下Lucky 差了十幾公分 根本沒辦法防守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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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r 哇 兩個兩公尺的長人過來 是 這比賽會比較好打一點 看一下再幫忙補籃 就是Li Wong 阿基 阿基 阿基來了 這個Spin漂亮 Scott再回來 Scott 切進來有點亮相 但是雙手扣勁了 運動能力非常好 太棒了 他這個身高大概在19和193 六十四吋左右而已 雲啊 歪歪 還可以連續命中的兩擊三分球 外線 阿盤斗也回進一擊 Smit 在交球 Scott 直接起了 麥卡洛 轉過來到外圍 阿Balantos 飛進來之後造成犯規 還精算 And One Malik摔得很皮身 對 那麥卡洛其實 兩個人手部都糾纏了 兩個人也都互相在攻擊 外線想要再來一個 底板給中間 Kawame這一球好球 外線三分要投封了 對 我覺得不是骰到六 我覺得菲律賓隊的防守 態度有問題 你半場 對方已經投進 十個三分球了 你還會放這種空檔 對 Trainer回來 然後中間 麥卡洛 這裡擠開空間 好球 本來就不是一個 相當單純的一個中東角色 Nice pass 這個球真的 穿得太好了 對 身體想要直接硬擊硬撞 但是被憤力的擋下 用身體卡開空間 準備 再給 又是一個空手的配合 的確 就是NBA規格跟等級 但是可惜沒有辦法持續的 找到一個更好的機會 對 對 超級的成功之後 外線的三分球 最後這一球彈進去了 Roblena 好球 那三場比賽 外線的一個出手得分 倒是不錯 阿Kee想了一下之後 還是選擇外線進 哇 沒人管 對 那底下阿Kee其實完全空掉了 現在手氣不好的時候 美國隊的進攻就陷入麻煩了 麥卡路又來了 這招 哇 對 現在上半場的美國今天666 變成下半場的菲律賓今天666 中距離的跳投依然不錯 那籃球之夢這一部電影 其實也滿好看的 中距離的橫移跳投 這有Smith擺進兩分 美國隊雖然進攻打得比較辛苦 Roblena 這一球再多球 拜卡洛來到這個籃框之後 放下了兩次 那今天阿Kee在第三屆 三屆已經是拿下了11分 對 Keep and go 漂亮 沒有太好的一個輸手空間 籃底下是麥卡路 身材的一個優勢 但這一球再撥出來之後 Hammer有了 發四 殺啦 又要進來 直接單吃掉了李旺 比分就有機會 對 上半場比賽是菲律賓隊咬住比分 下半場比賽換成是美國隊要咬住 不過一籃之後外線的三分球 美國隊這邊就少有佳作 節奏方緩一下 外圍的三分 第三屆 第四顆的三分球 在菲律賓的團隊 所以其實不管是在韓國 或在台灣打球 在菲律賓打球 都一樣 對 只要他能夠更有經驗 認清更多 我相信他會很好用 沒錯 第三屆換到這個籃框之後 美國隊的三分 外線命中率都有打破的下滑 球掉了 他也有在點球點了回來 阿伯蘭托斯 地板給球交給到 阿伯蘭托斯 阿伯蘭托斯 轉身要來做膽打 這球溜進去了 阿伯蘭托斯 地板給球 麥卡洛 阿伯蘭托斯 地板給球 底線三分球 進 那也就在外圍喔 多做一點的投籃而已 阿伯蘭托斯 這個球是個 阿伯蘭托斯 超回來之後 麥卡洛 那威林托斯 第二場破百分的比賽呢 是馬來西亞 面對到美國 109比67 背後的一個給球 外圍的三分球 差一點點 最後擺進去的是 還滿 想要跟裁判要一個犯規喔 不過這個時候呢 阿伯蘭托斯 把球給抄了回來 比往歐洲不上去 有了 就也在業餘社區球隊 個人的能力喔 看也好 我覺得這些球員 也不簡單啊 對 不簡單 都有相當的能力 只是說天分跟身材條件 沒有那麼好而已啊 馬來西亞 其實他也非常的年輕 哇 交給到麥卡洛 年冠軍 那他應該還是學生情人喔 20歲 馬來西亞 是超過20分以上的一個快速差距 然後22分差 不會所動喔 想像就算上半場 發生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都沒關係 連話都懶得講 對 他光用眼神看球員 球員大概就知道 只有菲律賓隊在下半場比賽 把整體的一個得分 全部打了回來 最後第四節的一個單節得分 是23比12 第三節是33比16 下半場直接逆轉這場比賽 整個下半場 上半場攻下60分的美國隊 下半場真的攻下30分 直接打對折 對 所以菲律賓隊真的 就看他們要不要防守 只要他們加強防守 美國隊就會有困難 那現在菲律賓隊呢 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拿到了五勝零敗 目前依然保持著不敗精神 下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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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場